如果有關注球鞋的朋友們 一定被Ambush跟Converse這雙鞋子洗版到一個不行 那加上它的設計師是Dior男裝首飾的設計師 所以這個品牌呢 在時裝界受到更多人的關注 那這次的顏色呢 除了乳白色之外 它還出了超帥氣的消光黑的配色 它是結合的 很經典的Truck70跟Pro Leader這兩款 打造出這個非常帥氣的年名款 它的設計走的是簡約的風格 所以整雙鞋子非常的百搭 重點是它這次打的是性別的設計 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很輕易的駕馭這雙鞋子 這雙鞋子呢 它們是用聚靈靴的靈感來做出來的 把原本帆布的材質來改為磨砂亮光的皮夾 除了提高了整雙鞋子的質感之外呢 它還有防水跟防彈的功效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鞋子detail的位置 鞋帶的部分呢 它這邊呢有一個橘色的小點綴 鞋帶的部分是白色 可是裡面拿出來 其實它是配搭了另外一個橘色的鞋帶 那裡面呢是用了橘色的鞋底 有ambush的logo在裡面 旁邊有一個sticker寫著 Made in Vietnam 有橘色鞋帶的這一面呢 它加了一些小字 在這邊 鞋子的背面呢 除了有個No.4之外呢 ambush的牌子呢 是在鞋背的位置 下面有conference all star的logo在這邊 這隻鞋子上面conference的新鑑標 還有3D的效果 另外呢它鞋子有一個加厚的中底 所以呢會讓你的腳型看起來更加的修長 鞋底的部分呢就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最後我很想要講的是它這次價格非常的清明 它才180塊加稅 現在在stockX上面看的話 大概是250到300塊左右 之後價格還有可能會再漲上去 不像easy 其實easy 它也讀出了很多同款的 然後每雙鞋子都要200多 那這雙鞋子 如果你we sell價格買回來250的話 我還是覺得還蠻reasonable的 那這雙鞋子我覺得最不好的地方是 它一定非常容易髒 所以我剛介紹鞋子的時候 我也故意去洗了一下手 ambush一直都是很多明星跟草人深愛的一個牌子 所以呢這次他們兩個的年名呢 連吳亦凡都等了這雙鞋子等了很久 我昨天在刷story的時候呢 我已經看到我最愛的jam 他已經穿上這個鞋子 post在story了 所以這雙它這個年名款 我自己是覺得它非常值得入手的 如果有時間的朋友也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like和subscribe我 我們下次見